杜枝翼 杜枝翼是日本高速公路上的休息站 青森園這個休息站有點不同 裡面有個咖啡烘焙工場 遊客來到還可以親自下手下炒咖啡豆 開始之前職員會講解炒咖啡豆機的基本操作 戴手套之後就可以倒入一包咖啡原豆 如果要不炒焦這個咖啡豆 中間保持監控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就要保持看咖啡豆 控陪到是怎樣的顏色 之後調節溫度 檢查完之後記得把咖啡豆在上面進入 炒豆機的溫度由電腦監控和調節 不夠熱的時候會加炭 用的炭還要是蘋果炭來 職員會在旁邊幫助你 大家可以放心 嘩 差不多可以了 顏色很漂亮 剛剛放進去的500克咖啡豆就炒完了 去到這個顏色就代表完成 而且這個數量的咖啡豆 可以沖到35杯的咖啡 這個就是我的完成品 是不是很漂亮呢 我們還可以啪酒 大家可以選要咖啡豆還是咖啡粉 一半一半都可以 咖啡店裡面還有一部冰滴咖啡機 用八神山的冰水每日滴漏一次 整個過程需要六至七個小時 羽毛走的時候可以參加 都可以參加多久 坐這部巴士去看八神山地的美景 坐這船前我們要穿幾件起乳衣的衣服 穿了這件衣服後就可以準備上車了 我們準備下水了 很緊張 剛才也看到下水時的水範有多大 我就濕了一半 普通你沒事啊 濕身,好小事而已 可以在將興八神湖上看到美麗風景 什麼都無所謂 在旁邊吃漆まで吃ma餐 我們在穿的地方 那就不買了 我們在進到飛車 真多的東西 然後就暖水と岩水 我們坐在北京 我們下山合海風景 我們下山河宿 走路 我們從北京都 Itali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